好,玩具TV第26季第6集 剛剛玩完變形金剛 我們再玩變形金剛 接下來今年終於有新的變形金剛電影看 開心的,但千萬不要拍攔它 好像某程度上都算有少少重體的感覺 期待的,這次是首次有Beast War 它會怎樣包裝另外一班的變形金剛呢? 因為它都是Prime來的 有沒有驚喜呢? 希望有,我當然希望正面一點 第一波出來也有Beast War的角色 我先介紹了機型的角色 Beast War的角色是下一次的 厲害,一番一番,多變形金剛玩 首先呢,今次介紹就是桌面上這四個 有一個V-Class,V-Class有Battletrap 有Deluxe的Fundmobile 還有Code-Class的Visor,還有Az Az其實這個尺寸也挺有趣的 是,很小一個Az 好,那你就先拍一下這邊的車仔 你問我,沒有辦法這次Battletrap 它真的很出色 Battletrap,這次以前的電影板 裡面有一個白色的調車 類似那類型的車 但它就是黃色、黑色的主體 還有一個很帥的大T恤 哇,真棒 而且本來它這次車的形態 和這個Robot的形態 都很棒 尤其是在Trade Line裡面 看到的射飛彈 很威重型的感覺 是 好,接著就看看我們的主角 這次可能就未必是 他是做第二副手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有新角色 哈哈哈哈 看到很帥氣 很印度片的主角 印度片 片彎變身 走出來 應該就是這次力推的角色 那它的角色還未出現 那我就介紹了Mobile 會不會有? 還未有 Good Mobile,其實我們都玩過很多個 這次的感覺就是 它加了一些越野的元素 整體變成機能之後 這個緊實度是高的 竟然 OK 因為它比較實在 這些手腳全都是一個 實體來的 那就不是太學的感覺 這個玩起來也挺開心的 好 這個大家 也… 都很久不見了 記得有一個 電感光裡面有一個收音機嗎? 不是吧? 就是這個東西,這次他又不明白攝影機,這次就變成槍的Visa 厲害了,他就是一個很煩交的角色 這次就變成一個,很搶氣 就變成一個,類似槍的物體,這個就是槍的物體 可以變成炮台,炮台,實際就是四隻腳落地而已 然後呢,最後一個就是女性的角色,Ars 上次Bombie電影裡面就出現了日亮鏡 這次在地球上應該有些氣氛 這也是變成了一個,粉紅色,白色的電單車 其實這個車型很漂亮,車型很漂亮 很漂亮 好,又交給你了 紅火龍的背景很厲害 Ars應該都可以玩到的,你可以試試玩一下 我習慣了胡亂拆 我覺得這個東西有點像超時空曉道 哈哈哈哈 那一輛大舞艦 好,那我就先變成,變成白色 我又先變成 我一直拍攝,拉遠鏡,看看你有沒有 其實這次這套Beast War,會不會有什麼期待? 我是很喜歡奧迪姆的 其實這次奧迪姆都很出色的造型 期待它有什麼表現 還有我想現在有兩個Prime 會不會有一個會收皮呢? 哈哈 當然,它本身就著這套戲 會不會說到它不是Prime呢?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我對於這套戲是期待的 對了 就算了 我們的時間沒有多了 高達都沒說 500%沒辦法了 但它真的沒有差 沒有差點 那這集的奧迪姆呢 感覺上是像這個MOOMB裡面的地球奧迪姆 很漂亮 多了很多白色的元素 而最特別是它重現了手炮 大家都比較喜歡它用手炮 好,這邊就簡單地完成了AX 很厲害 其實機械人造型相對比較簡單 變的時候也是把本身的車輪位扭出來 而本身的車頭就放在背部 因為始終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變形 所以變了造型都會蠻適合小朋友一起玩 因為輪位都可以轉 而且它的引擎也是變了一支窗 用你的想像力去彌補 可動性亦是頗有趣的 雖然簡單 但絕對給你所有必要的關節 我覺得有點像天威勇士阿龍的妹妹 好厲害 正的 簡單得來正的 這個很漂亮 這個電單是多少錢 其實這些應該是99元 即是一塊水有爪 真是小朋友的陰謀 咦,阿滴都搞定了 對了,那就變成了Battle Trap 在電影裡面 我是很亮眼的看到這個角色 看到有一個這麼重型的車 然後有一個飛彈射出來 來到玩具就看到有黃色的配色 挺特別的 只要對比 大龍蜂其實都挺有趣的 一個黃色的橙色 它武器比較近戰 就是這個 好像流星鎚一樣 當然在圓柱裡面 它應該是可以推出來的 但由於玩具 它應該做不到這個 一樣的 另外 盒裡面 都好像用這些 近戰 不知道這個槍還是勾 那就 要看戲裡面 到底到底有什麼表現 可動來說 都非常之優秀 腰轉 貼地 摺地 全部有齊 所以現在在裡面 這樣說 這些 就非常之正 好 接著我再變成大黃蜂 好 等待滴變大黃蜂的時候 又可以看這一邊 Visa 所以不用擔心 因為本身整隻東西 你只需要把剛才的變形 拆掉所有連接著的處身位 再拉長它 就會變回它的機械型態 要讚一讚的就是 它本身的上色其實都很仔細 但是要彈一彈的 其實它的關節都很鬆 但是 多一句 六隻手 整隻蜘蛛 什麼都給你 還有一塊水流下 想怎樣 給小朋友玩 不過最重要就是 不要讓它拆掉手腳腳 吞下肚子 其他真的沒有補充 有觀眾說 L級有隻奸角 好霸氣 爛鐵貨車 這個要遲一下 應該會有機會介紹 真的不用擔心 多一句 有阿滴在這裏 所有變形金剛鞋之寶 都應該有機會 跟大家介紹和分享 我又看一看這裏 我真的非常之喜歡 BATTLE TRAP這個機械人造型 因為它真的 除了外形漂亮之外 你看到頭上色都非常仔細 可動性也很好 造型也很好 有沒有機會出其他class 我不知道本身就著這次 就是它在變形金剛那套戲 重要程度去到哪裏 但純粹就著造型 就真的沒有什麼話可說 非常之時正 可以出現一下 好 接著就專對到這個DELUX的大黃鋒 看到尺寸相差多遠 這個尺寸是比較的色 小巧一點 變形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比較實在 因為它是 這手套的全部都是 一個個體形式 甚至很多學的東西 所以你玩起來 真的好像一個Action Finger 如果是比這個小朋友 玩都非常之放心 就有什麼東西掉出來 而可動或者貼地 都全部做完 這個貼地很誇張 其實它這個 我都不知道是優點還是缺點 鞋子寶或者Takara Tommy 這些變形金剛系列 其實比小朋友玩都很適合 耐撞耐玩 任你扭 放膽不需要擔心會難 這一點其實 我都覺得是優點 當然你說細緻度 什麼偷交位 如果你說成人向些 會是有些要求的 但是它的平衡都拿得不錯 特別是V-Class Delux 大黃鋒照樣 也有它本身的手套武器 和刀的 兩分鐘 只剩下一個平衡 有興趣可以重現 剪刀的情景 我想我們要講完這部分 今集應該都玩了這麼多 應該玩完 否則稍後不能保存 對 所以 怎樣都好 有些玩具都沒有什麼機會介紹 Metal Bill 我婆 阿基雷拉 應該都不會再介紹 怎樣都好 今集玩了這麼多 下個星期見 再見 拜拜 這隻真是強境虛界 這隻好多 好久再見 老婆 老婆 You're watching TOYS TV